上回书说到 百病大咖秀入场卷 真假莫变 黄荣黄脸难分雌雄 孙小坚终究意识到 自己功力不够 险些被骗 他还是依然回到 许白梅身边 想继续闭关修炼 爵士大咖 将迎来新的考验 师父 你上次教我的百变神功 我经过勤家苦练 你颇有成效 师父 你是不是睡着了 有一儿童节也就快到来了 托儿 展现一下你的百变神功 让我的徒生们瞧瞧 你没有王主 王可爱 你没有王主 你没有王主 王可爱 我们来了回 我们来了回 啊 啊 啊 无而不及 为师这次就将百变秘籍神功的夏季传授给你 是专门 掏小朋友花心的 一比一比一比 绝世武功呢 都几岁的人了 来 师父 嗯 这是儿歌森白首 啊 错了 sorry 这应该不会错了吧 师父 你又来 这还是儿歌三百双 Oh my god 再一次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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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尔 你要好好的练习练习 我们一起去 打卡销 打卡销 走 啊 为老不尊的许白梅 有志青年孙小坚 人类已无法阻挡他们的神经大条 各位看官 我已无力吐槽 就让他们去吧 我去 我爱你 CC 做我妻子好了 Friends 你绝不能娶这个野姑娘 她今年才十六岁 又没教养 可她会成为世上前所未有的皇后 有请各国使臣 泰国国王回家空空卡 西游玉华州二王子 戴军Smeda 奥地利皇太后 杰徽苏菲姨妈 最后 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 奥地利年轻的国王王后 大家好 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王室做客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 是的 我是西西公主 是的 没有错的 好吗 你为什么要这么讲话 是的 我在国外看 你们中国的艺术片 都是这样给我配音的好吗 可以 是的 妈妈咪呀 对了 忘了自我介绍 各位亲爱的朋友 非常高兴在这里见到大家 是的 我是Friends国王 很高兴见到各位 今天是我们家族大派对 来了很多的贵宾 当然有一位是家族成员了 就是我们的苏菲姨妈 欢迎姨妈 欢迎苏菲姨妈 欢迎苏菲姨妈 开场这么久才想到妈妈我 亲爱的苏菲姨妈 你好你好吗好吗妈妈咪呀 非常好非常好 非常好 非常好 可是妈妈这里面有个很大的问题 你是我的妈妈 对不对 同时你又是 我的姨妈 我的姨妈 所以我们俩的相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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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亲 好这位呢 其实是我们来自泰国的朋友 大家好 你好 你好 恭喜你们大婚 这个安娜与国王当中的 国王的形象非常帅气 欢迎你 恭喜你们 你们可以开 你们可以开婚纱影楼了 很像 我们今天扮成那个公主和国王的时候 然后那个维加就说 月狐那边天天都有这样 扮成这样在拍照的 我一下就气死了 打回现实对不对 因为我本来以为 我真的今天扮了一个 你知道贵族 那边好多人都在拍照啊 今天 但是今天戴军老师 来到我们化妆间的时候 我们想了很久 他模仿的是谁 我觉得他扮演的是阿拉丁神灯 其实不是 我扮演的是一个 洗桑拿的唐僧 他模仿的是西游记里面 你一定会被抓起来的 西游记里面那个 不是有一集叫传艺玉华舟吗 他是那个玉华舟的二王子 但是我觉得这个有点不错 本来玉华舟就有点冷门 你还扮演的是二王子 好的 欢迎所有的朋友 来到我们的 很小优天窝蜂柚子茶百变大咖秀 第四季 好吗 我再一次给大家说一下 我说好吗 只是我一个口头禅 不用回答好 好吗 那位蓝帽子的朋友 再回答我就请出去了 好吗 今天还空一个位置 也是我们王室成员吗 没错 各位亲爱的朋友 今天我们有一位巨星 就是我们的赵船 欢迎他 好吗 神明就像 一条大河 事而宁静 時而瘋狂 前世就像 一把枷鎖 把我困住 無法掙脫 和你養著生活風裡如刀 一次次將我種上 我知道我要的那種幸福 就在那片更高的天空 我要飛得更高 飛得更高 翅膀捲起空盤 心上苦笑 飛得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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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謝謝 期待趙強哥今天的精彩表現 謝謝 請坐 好的 今天又是非常歡樂的一個開場 那馬上就要開始我們今天的比賽了 那我們的第四季是這樣 每期都會有新的明星的加入 而且我們的群木二邦 也會來一起跟他們比賽 但是他們會參與打分 可是不列入排名 那任何的明星只要有機會 能夠累計兩次拿到州冠軍 就可以進入到我們的總決賽了 沒錯 電視機前的朋友怎麼樣來加入呢 一起來看一下 你認為誰是本場最百變的明星 歡迎進入聖密抹茶護膚短鏡互動 幸福亮夫磨磨好膚色 編輯姓名發送到106698207 就有機會獲聖密抹茶護膚提供的禮盒 和iPad4 好的 那接下來我們要感謝英語添好用 利落瑞特太陽能對我們節目的大力支持 那接下來開始我們今天第一隊的比賽 來看一下誰對誰 葉依倩對何君 倩倩這次要模仿的是我們身邊的一個熟人 我覺得這是最難的 模仿身邊人是最難的 特別是經常在大咖秀出現的人 沒錯 那今天不知道倩倩這個模仿 能不能讓我們再回憶起她當年的樣子呢 我們看看倩倩這次要模仿的是誰 大家好 我是葉依倩 百變大咖秀我又來了 我覺得上一次呢 模仿澳大利河本有點收不夠放 我覺得沒有凸顯咱們節目的這個精髓 所以這一次呢我想要放一點 模仿一個百變武俠當中的驅影 你沉默加速度 是我的腳步 很好在實現你的路 我不要祝福 努力回孤獨 奔向狂闊的最軟處 我覺得我們聲線也比較像 樣子也很像 聲線也非常接近 所以我覺得在這個唱歌上呢 應該是沒有太大的難度 它的音色裡面是沒有很突出的亮度的 是需要注意一下那個副歌的 沉默加速度 那個 它那個瞬間的爆發力 在表演上呢 許老師也給了比較好的一個特點就是 真的嗎 許穎有幾個 嗯 她可能自己都沒有注意到的小動作 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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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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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来我和你的世界 隔着暧昧的黑夜 你的爱不是我要的那一种亲切 等时间让我能了解 寻找另一种甜甜 出口在天亮一切 我就要穿过那条街 这段路是我的脚步 刚好倒是谁的路 我不要祝福 我里会孤独 奔向最远处 眼光多难坚定一些 就不会在乎那一切 我不会笑得轻蔑 不随便对谁说感谢 沉默加速度 是我的脚步 奔跑在视线里的路 我不要祝福 不离会孤独 奔向宽阔的最远处 奔向宽队的最远处 奔跑在视线里的路 我不要祝福 不离会孤独 奔向最远处 奔向最远处 奔向宽队的最远处 你蓝色的眼睛里面充满了疑问 对 蓝色的眼睛 完全不夸张 刚才那个船哥还问我说 是两个人 然后你还问我说 曲音真的来了 以前是有人发现过 你们俩长得像吗 从我跟倩倩认识开始 身边的朋友就 我经常拍照 然后某个角度特别像他 我就发给他 我说你看像你吗 然后他有的时候 筛他自己的照片 我说我以为是我自己 我知道这种感觉 当时大家说 我像CC公主的时候 我也拍了张照片发给他 他说很像 开玩笑 抱歉啊 你发过去的时候 中间信号通吗 这集终于模仿美女了 对对对对对 好 我们听听看 我们观播嘉宾 手指妈妈 妈妈咪啊 太像了 妈妈 你喜欢这个表演 真的吗 我喜欢本尊跟分身一起表演 这种的最好看 对 我刚才 我说其实我这期压力很大 因为有本尊在旁边 会觉得我不像 因为 对人家会觉得 我觉得倩倩像到就是 因为我可能在之前的大咖里面 总是扮演别人 这次突然是我自己扮演自己 我突然觉得自己 好像有点不像自己的 对 但是我跟你讲啊 我觉得叶玉倩 距离上一次她来到这一次 她真的进步非常非常多 是 这个真的要掌声再鼓励一次 好的 谢谢 谢谢妈妈 好 来 我们泰国的朋友 好吗 我要特别感谢叶玉倩 带来这个表演 为什么 因为让我们记起了 曲颖原来是一代名模 曲颖你再走一个模特步啊 好久没见过你 我的天啊 来一个好吗 你跟倩倩一起吗 倩倩 不要 不要 这个没有我妈 台上三个女人 只有两个人走吗 就是 加上何老师也不要加你好吗 好吗 我的妈呀 我的妈呀 等一下 为什么这个男模 一手一个麦克风 我站在这摆姿势的时候 不是 你演的是一个拿话筒的 我们安排CC公主自己走一遍 然后我相信我们音响老师 应该知道 他需要什么样的音乐 不不不不 这是我们奥地里皇宫里面的 那种皇宫的曲子 好吗 好 有点没有问题 CC公主你准备好了吗 我就是爱 我叫我停下来 我就是爱藏湖 我记得做情绪 我是Lizzy 胡大郎 西西公主 胡大郎 好的 来听听听吧 胡大郎 谢谢 西西公主 请你让二皇子 对我们一切的模仿的点评 来 看完了那个西西公主这段表演 前面什么都没了 忘了 那个曲音一直都在这个舞台 扮演别人 今天终于演回自己了 但是你们没有看过她走 那个胡编的台步吧 老师是我表演 是我表演 对 今天主要是点评面前 不干了不干了 所以你没看过曲音走胡编的台步 对不对 我好坚持哦 这位官部讲 坚持自己的世界 看过对不对 那请倩倩 倩倩你走一下 胡编的台步好不好 这位戴先生一定是恨你 有没有 没有没有没有 模仿曲音很像很像 非常像 好 模仿曲音很成功 那接下来我们听传歌 传歌 传歌从无数里刚刚赶过来 我听见以为说只是模仿曲音 不知道曲音会来现场 因为我知道她之前有模仿过我 是 是 你知道吗 有一天我在那个中央电视台 看到你在唱歌 我以为曲音这样 对 抱歉 传歌 这样我们今天有给传歌 准备当时的一小段录像 好了 因为她自己知道 但是她没有认真地看过 我们来看一下曲音本人 模仿赵传本人是什么样子 一起来看一下 来我们看一下 我很少 可是我有音乐和比较 又是激昂 又是你少 北朝山与等候 那叶一千的模仿 传歌你觉得怎么样 我几天以为 就是她比曲音还这样曲音 OK 结果呢 突然又跑出来 哎呀怎么比 突然变得比较高了 我有一点惊讶这样子 就说明两个人真的是很像 其实我一直期待有人模仿我 然后也一直鼓励我 你来嘛来嘛 对 因为我觉得我千万你赶紧来模仿我 这样可以让我的虚荣心 得到极大的满足 今天得到满足了吗 真的特别满足 所以要特别谢谢 好我们也谢谢叶一切 谢谢 谢谢 请坐 好跟叶一千比赛的是何君 刚才已经提到过了 对 因为我真的 我们很多就是比如说虎虎 第一次来的时候 大家也没有就说 那么像现在那么喜欢她 因为不知道何君 就是她的模仿怎么样 就不了解吗 因为我知道她是讲相声的 但是喜欢相声的部分 可能知道她 因为她跟老白他们是这个同门的 同门的 而且 我怀疑就是老白介绍来的 因为觉得这个师弟很厉害 我觉得她很多介绍来的一些朋友 私底下也给她塞钱 没有啊 开玩笑 人家很厉害 好 我们看一下何君 今天要模仿谁 来 各位请看 何老师到了 何老师到了 何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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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是女儿吗 这边是女儿吗 这边是我的 这边是我的 这不是何君 不是何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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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差一个字不行 这边是这个 他有气 你搞什么反了 不 我啥时候 这人去下火了 哈喽 大家好 我是相课演员何君 熬啊 熬啊 我终于熬成了阿琪佛香了 牛肉架 念我是粗饭 我以后不敢了 您就饶了我吧 非常高兴地 来到我们百变大场秀 参加这样的节目的录制 到模仿是谁呢 我也不瞒你们了 那就是 黄冠忠 太高 都知道我是东北人 我唱的粤语歌 怎么听有点像大茶的味 学曼老师呢 你给我辅导完了以后呢 我现在有一种 就是普通话大茶的 然后再加上这个粤语的综合吧 但去问你为云在背后 背后 背后 对 背后 对 背后 其实我有五个唱法 什么马帆丽老师的唱法 善天方老师唱法 杨尔环我们蓝头唱完 我们都能唱 但我相信我唱完以后 许范老师当时就得崩溃 老师很辛苦 你碰到我的喜欢 那算倒霉 从徐老师这个表演当中啊 又学到了好多 黄冠忠老师的特点 他弹琴的时候 一会儿往后考 对 以后往前走 看着迈克 对对对对对 但是眉头不要皱那么多 不然皱纹出来了 我相信通过几位老师给我的辅导 我一定有信心 在今天的比赛上 我一定 我一定干啥 我一定干啥 我一定能通过 我一定会怎么样 那不吹牛吗在那 我一定能让所有的评委 所有的观众 看到一个不一样的何俊 大家好 我是黄冠忠 刚从东北回来 给大家唱一首 真得爱奶 哈哈哈哈 没有曾经爱哭闻没退休 过山从海上中挣扎 成人组合报道 春风发愿忍痛我的生 一生灌固无人的松阵 是你多么永恒的眸光 叫我捡你光照前路 盯着我跌倒白眼崩去 无法继续得很抱着唐人 爱婚得是无恨 千诚我 谁先针点爱你 谢谢大家 是白凯南的师弟还是师兄 我是的师哥 师哥啊 我从小就喜欢你俩的节目 因为看你俩的节目 看你俩的节目 真的 但是 我没有听错好吗 没关系 因为我们是 但是 我说实话 刚才听你唱这首歌的时候 那个 我虽然也不是广东人 但我都听出了东北味 听出来了吗 是吗 很努力地在学 其实你听的根本不是东北味 如果真的用纯东北味来唱这个歌 会是什么样的感觉 没法和修士的亚对手 但他们都永远在背后 我听说其实你还是比较善于模仿 就是咱们相声圈的朋友 没错 所以你刚才 比如说你模仿一个那个缝拱好吗 就白凯南在这儿模仿过 来 模仿我师父吗 师父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我想死你们了 这不是卸大吗 一分别就是十几秒钟 我都想死你了 都想死你们了 想想的观众朋友们 你们吃饭了吗 有 谁吃了 谁说吃的 没吃到我们家吃吃 没吃 谁说没吃 谁说没吃 没吃 我们都到你们家吃吃吃 那我们就下面把老师夸你 那我今天就夸夸我们何炯老师 何炯老师请看台下 我们何炯老师是英俊潇洒 风流提倡 文韬舞略才华族 正出了一代风流才子 没想到夸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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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把我衣服了 尚老师 踩身球 把我夸的呀 怎么呢 这边夸的是汗如雨下 太热了 我们听听看我们观众嘉宾 我不晓得我这样讲 是不是没有礼貌 怎么感觉白凯南介绍来的皮肤 都不是很好 他皮肤很好 是这样的白凯南始终是想找一个来衬托他 理理失败有没有 在妈妈我的眼中 妈妈我跟你说 她们的皮肤都太干燥 妈妈她的皮肤不是个问题 白老师找来的人不可能长得好看 有多干燥啊妈妈咪啊 妈咪 我们听一下泰国的朋友 我觉得这是一段令人思考的表演 怎么说 你在表演的时候 我一直在想你是谁 你在模仿谁 谁教你的粤语 但是没关系 这都无伤大爱 你享受这个表演就好了 谢谢 是的 我也很棒 而且还演出之前的那点小设计 跟他的那个表弟啊 我们谢谢何君的表演 谢谢辛苦了 好 请休息 那接下来交给我们来自全国各地的 100位观摩方正的朋友 旁边有一个投票器 那如果喜欢我们叶一切的表演呢 按蓝色的按键 如果喜欢何君的表演呢 是按红色的按键 来 各位 请准备 好的 那我们先把额外的2分呢 加给叶一切 我们也谢谢何君精彩的表演 谢谢 好 谢谢 那在广告之后呢 是我们百变武侠要上场了 今天首先是贾琳和沈琳 她们要带来一段 这个大话西游的表演 就是至尊宝和那个紫霞仙子 对 大家也肯定知道 谁扮演至尊宝 谁扮演紫霞仙子 也许也会意外 哦 意外这个表演 就没有什么好看的了 对 哦 电视机前面的朋友 如果你觉得 哦 谁是本场 哦 天哪 最百变的明星 可以哦 发送她的名字 到1066988 哦 207 哦 妈妈咪啊 那么接下来我们要介绍 什么样的歌 哦 盛米抹茶 护肤力合合 哦 爱拍四 哦 赶快发送短信吧 哎 我们两个谁上拉上 哎 哎 你比较像 好了 接下来又到百变武侠了 今天百变武侠有两个表演 先上来也是我们的贾琳和沈琳 他们要带来的 哦 大话西游的表演 哦 一起来看一下好吗 你曾经有一份真诚的爱情 放在我面前 我没有珍惜 等我失去的时候 我才后悔默契 如果上天能够给我一个 再来一次的机会 我会对那个女孩子说三个字 我爱你 如果不要在这份爱上加个期限 我希望是一万年 傻傻 不如让我亲你一下吧 行 你晚上吃了什么 晚上和几位师叔一起吃了一点摘饭里面有大蒜和韭菜花 师叔 对 少林派通自备的几位师叔 哪几个通啊 分别是中通 原通 会通和深通 哇 这么多快递师叔去了你家 你家一定还需要疏通 太消了 就知道吃大蒜 你知道吗 我可以容忍你用手浩尖 甚至容忍你骑士面租 我就是容忍不了你吃大蒜和韭菜花 女人真是麻烦 生活像一团麻雅 有许多吃不完的大蒜饭 生活像一团麻雅 有许多吃不完的韭菜花 生活 停了 就知道吃你的大蒜饭 沙沙 你知不知道 你离开我的这些日子里 我每天都哭 每天想你一次就掉一滴眼泪 就这样大海就形成了 其实我也很想你 真的 每次我想你的时候 我就叹一口气 这样臭氧层就形成了 沙沙 那你还愿不愿意跟这只臭猴子在一起呢 这个事情我说了算吗 像当初 当初是你要分开 分开就分开 现在又想用真爱 把我哄回来 爱情不是相爱 相爱就能爱 让你明白要明白 放手你的嗨 沙沙你怎么了 你怎么了 你呼吸困难吗 沙沙你怎么了 沙沙 别说话了 沙沙 让我用师叔祖教我的还魂诀救你吧 快 白石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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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塔 白塔 白石塔 大好白石塔 石塔白 还有大喊 沙沙 沙沙 我去 我女朋友竟然被我熏死的 曾经有一份真挚的爱情摆在我面前 我没有珍惜 等到失去的时候才后悔莫及 如果上天给我再来一次的机会 我会对那个女孩说三个字 不吃蒜 不吃蒜 如果一定要在这个蒜上加一个期限 我希望是 一小时 如果要在一起 我说我爱你 就算流言蜚语我也保护你 可别要在一起 一起 让我没 去哪儿啊 去哪儿啊 让我和你一切 这时候一起回忆 慢点宝宝 瞎瞎 我们会在一起 CC C 刚才我们用了你们的主题曲 我不喜欢这首歌用在这个情节上面 贾琳的演技开发了电视的一个新的功能 传递气味 我觉得看电视的朋友应该 我们在那边都闻到了吗 都觉得似乎的闻到了一股大蒜味 没有 为了增加 所以今天晚上我特意吃了几头 不知道为什么 贾琳哪次上来没有画胡子 我就觉得她少点声 别这样 我毕竟是个女人 而且你知道 她今天星期五 她事先跟给我化妆的燕子姐姐打好招呼 说把沈凌画丑点 因为她说她不想跟一个半女人 比她都美的男人一起 在同一个画面当中 可是燕子没有要照她的座啊 没有 她照座了 我一进去她就说 贾琳姐对不起啦 已经画得很丑了 但是还是比你好看 我特别想问一下 你今天这发型是有做过吗 她是失控了吗 贾琳你是 起床就直接来了吗 没有 确实是我自己的头发 今天一看还挺合适 所以我就这么 起床就 起身就来了 这个是做你的发型 做了做了做了 其实今天贾琳来 根本没有化妆 你们有没有发现 在美孕心目当中 贾琳是钢铁之躯 我们聊了这么久 也没有一个人问她 疼不疼 看一点宝宝 我以前看雷芝是最合适的 我毕竟是个女人 你毕竟是个女人 而且你本来就很美 对 我不会提议你讲那句话了 我不是 我不是 因为他们还没有发现 新的软件可以用在你身上 现在最狠的一个软件是 我看上去是万箭穿心吧 万箭穿心之后 然后把那个人炸到 碎掉 只剩一个空把 就在那空牌上 再打上一个闪电 我觉得后期得多狠的人 而且白卡龙这个人 有多无聊 她有一次看完播出之后 她自己还发微博说 我只不过是演了一个美少女 为什么要批我五次 她去数啊 一遍遍数 数点小啊 怎么很难同事 你们一起 发泄到我们的事情 一直在批对不对 好 我们谢谢两位近代表演 谢谢 谢谢贾良 谢谢陈琳 谢谢 爱你们 前面是你的师姐吗 不认识 她还不愿意认 是白卡龙收了钱来卷我吗 是假的 贾良自己扮成这个样子 然后何卷本一说 不认识她就算了 她还不愿意认人 她还不愿意认人家 你说真的 刘娟在前面也不想认她 好 真的是 这个是这样的 那我们这个看完 百变武侠的表演之后呢 接下来到我们下一组的比拼 我们第二组呢 我们看一下谁对谁 严肃对刘欣 说到严肃上过大笔营的时候 就是那个就是 我记得是 那个环节什么都给力 她健身操非常厉害 她是那个身体肢体柔软都非常好 她是以说她肢体很柔软来的 然后呢 她其实也是我们同行是主持人 然后她也是歌手 舞又跳得特别棒 之前离现在已经有几年 没有见到她了 对 而且她这段时间 也没有再主持节目 据说在闭关修炼什么 闭关修炼啊 我以为被冷藏了 所以今天算是 太玩笑了 久违了之后在迎评上亮相 值得期待 久违了是吗 对 我们来看看严肃 今天要模仿谁 来 各位请看 她是新生代演艺小生 她的舞技出神入化 她就是严肃 今天我模仿的就是我心目当中的神 Michael Jackson 他就是一个神一样的一个音乐人 也是一个舞蹈界的领袖 所以说我给自己的压力其实蛮大的 迈克杰森有她一个非常独特的一个踢腿的一个动作 对我来说也是一个非常不小的挑战嘛 对 身体稍微往前面倾斜一点 对对对 一直苦苦练习的严肃 不料却在比赛前一天拔脚扭伤 他还能向偶像致敬吗 他还能向偶像致敬吗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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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精彩 就是昨天到今天 其实见到她的时候 都还是要一拳一拐的 所以今天跳起来好像倒还好 跳起来好 因为我这缠了绷带 然后昨天节目组带我去扎了针灸 你就是专门练这个动作的时候 哎呀 好吓人 你就是专门练这个动作的时候 是的 她的妆镜看真的好吓人 好 我们听听看我们关播嘉宾 看了素素的表演之后 首先许杰慧老师 哦 素素的表演 说两句哦 妈妈 哦 刚刚觉得她 有心事 有心事 很匆忙 你每个动作都做得到 但是感觉 好像你很很匆忙 你知道吗 你是不是也还在担心 其实腿的问题 对对对 因为刚开始第一下 我一上来 其实灯光一打 我有点懵 我看我以为这边是正面 我决定往这边面对你们跳了 结果走到一半 发现这里是正面 我就绕了回来 你觉得就是 主持人做的 这个男孩舞跳得很好 但方向感有点差 看得出就是 Michael在你心目当中分量很重 所以你这段表演是很成功的 好吗 谢谢 好 戴君老师 那么阿拉丁神灯 我觉得这段表演非常好 而且正能看出严肃是很严肃地 对待了我们这个舞台 但是很多选手 就是第一次第二次 包括来了一季 都没发现这个舞台 其实要玩起来的 没有好好玩 好 赵全哥 可能就是因为你受伤的关系 到了最后好像有点乱了 是个60度的一个倾斜 所以他完全下不去了 因为他的腿不行了今天 持不住劲 右腿受伤 好 这是我们严肃的表演 我们谢谢 谢谢 谢谢 好 接下来要出现一个神奇的朋友 好 我记得我们第四季的第一期 我们就介绍她是群没二帮的成员 叫做刘欣 然后她就第二 第四季都快完了 就没有出现过 都没来过 今天这一次来呢 就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挑战 因为她挑战这件事情 既是曲颖曾经做过的 同时本尊又在现场 这是等于史上找史 我知道她要干嘛了 你知道她要干嘛了 对不对 对对对 所以我们来看看我们的流星同学 如何向经典致敬模仿赵船 然后好好的 你让她来调整 非常 Cur的 在孤独的谎言 我是骄傲的巨人 每一个早晨 在雨时镜子前 却发现自己活在提到别人 在弯弯无尽的盛宴里 在忽来唤起的声哑里 寻找着床下和现实之间的差距 我很丑 可是我很温柔 外表冷漠 你心狂热 那就是我 我很丑 可是我有一点喝啤酒 一点卑微 一点懦弱 可是从不对缩 我从不退 你心狂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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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很丑 可是我有一点喝啤酒 你心狂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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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是我 我 我很丑 我很丑 可是我有一点喝啤酒 一点卑微 一点懦弱 一点懦弱 一点点 有 刘青 我们三个是透明的是吧 这边握完的手 眼睛也没睁开 就走了 然后我就看 这赵传老师握个手 然后我就回来 没有 当灯光一照着 你看到你什么样的时候 赵传老师自己 哦 自己低下了头 你是全程的是扬眉吐气的表演 然后赵传哥就一直不忍直 其实是 我跟你说 他因为他现场唱的嘛 唱的总的都很好 只有一句 只有一个字有一点非 哎呦 我觉得这个很好 但是彪那一下 有一位相声演员 何娟老师 何娟在笑他 他觉得你是唱错了是吧 你是故意的对不对 因为这个是凸显一个 男生高音的一个技巧啊 在你心目当中 突然就让人觉得一想 他不会这么唱的时候 声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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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乎来唤去的声压力 在乎难坏去的声压力 等一下 你是DC公主 对不起 你刚才又心中 时不时流露出的江湖气 问一下好了 所以刘欣在你心目当中 照传的特色是高音漂亮 对不对 你有没有去捕捉他 很美 歌声当中那种 沧桑当中动人的东西 看来是没有 因为听到这句话 好像很陌生的感觉 真的是有 我们是从流行的声音里 听到沧桑了 听到了对不对 有沧桑了 有沧桑了 因为就是 我曾经采访那个顺子 他说过这样一句话 他说包括我们的观察 他唱那个回家 他任何一个地方 每一遍唱的都不一样 然后飞的也是不一样 对很开心的时候 回家马上回家 对 但有的时候 回家马上回家 所以当时我们看 我是歌手的时候 听明白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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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问一下赵传哥好了 你每一次你唱了那么多遍 上万遍甚至更多遍的 我很丑但是我很温柔 是每一次的丑法都不一样吗 你唱这首歌 唱得有1亿次了吗 还不到 真的很红 还不到那么多次 让地球一圈吗 他的歌连起来 可以绕地球一圈是不是 你自己是怎么揣摩的 唱的时候 我是真的在尽力地 学赵传老师的声音了 我跟你说 你可能不知道 你现在这个妆 已经裂到什么程度 你要是照了镜子 你不会敢走到赵传面前的 对 我要是赵传 我就直接捞下来 把你的假鼻子捞下来 不要 这边已经裂到 你就完全都开了 而且你的鼻子用的那个质地 也真的是太畅了 又是便宜的质地 我觉得应该是就是 这是跟出场飞有关的吗 低中高 应该是低下面那一层的那个质地 他已经到停车场了是不是 而且眼睛也用的是深拉 对 我们听一下 刚才已经听了赵传老师的 这个对于刘欣的表演的感受 我们听听看其他的观摩嘉宾 首先 他越来越像刘德华了 他往那一坐 是不是 像刘德华 你本来扮演的是周润发啊 他特别像 你看他侧面 你侧面你开始 你看你看 像刘德华像道 刘德华 好 来 我没讲 可是我觉得这是个很好的表演 因为没有多余的这个舞美 还有没有多余的什么 就是声唱啊 对不对 就是一个人在台上唱这个歌 很单纯 反倒我 就一个人唱也没有舞美 也没有舞 还不给人做个好鼻子 是的 我正要说的是这个妆上面 就做得太粗糙了一点 但是你的完全靠自己唱 靠着自身的就是坚强 好 好 谢谢刘欣加油了 好 谢谢你了 好 谢谢你了 好 接下来交给我们100位的 观摩方阵的朋友 如果大家更喜欢 严肃模仿的Michael Jackson 按蓝色的按键 喜欢我们刘欣的照船的话 按红色的按键 来 各位 请准备 好的 我们把额外的两分 加给素素严肃 同时也谢谢刘欣 精彩的演唱 谢谢 好 接下来小弹广告 就是第三队的出场 是的 第三队钢铁侠队大长鸡 这个好难琢磨呢 连你这么天马行空的人 听到都觉得难以琢磨 对不对 觉得不想把它们放出来 广告之后 大长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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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姨妈 你帮我带跑了好吗 不要什么事情都怪姨妈 总得怪一个人好吗 做出场百变大咖秀第四季 那也欢迎大家下载 我们湖南卫视的电视互动 手机客户端呼啦 来跟喜欢大咖秀的朋友 一起互动 你认为谁是本场最百变的明星 欢迎进入圣密抹茶护肤 短期互动 幸福亮夫 某某好肤色 编辑姓名 发送到106698207 就有机会 获圣密抹茶护肤 提供的礼盒和iPad4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要进入到 我们一个全新的环节 叫做大咖翻新秀 那大咖翻新秀呢 其实我们会把一些经典的影视剧的片段 或者是MV呢 用一个翻拍和致敬的方式表现 特别好的一个主意 我们来看一下大咖翻新秀 ology 演唱 ren 演唱 很有机会 演唱 少夜多姿的季节 烦恼最是无情 小女幻眼难道说那就是情人 问从未必就是体贴 一句那句是真 那句是假 那一句是情词 你解 解我解我一生不愿吧 让我把这风扰看得清清 楚楚明明拜拜真真切切 解我解我一生不愿吧 让我把这风扰看得清清 楚楚明明拜拜真真切切 好的 接下来就是我们第三队明星的对抗了 第三队是来看一下 大鹏对唐一新 大鹏好久没来了 大鹏是我们第二季的冠军 冠军 对 得了冠军以后就是走上了滑铁路 后来就没有来了 是的 他这套模仿的是这个最近这个电影刚刚上过这个钢铁侠呀 你们女孩子真的会喜欢钢铁侠这种类型 就是可以保护你们然后叮叮当当这种你喜欢吗 反正我觉得还好 因为你就是太太就是虚幻了我不喜欢 而且外国的 哦我就是外国人啊 妈妈咪呀 哦我对不起 我的天啊 哎呦 我好享受刚才那两秒钟的清静啊 你把麦克风拿下我真的我 我有一种啊 原来也可以这样 其实我觉得这样以后你按个开关一按就是开我的麦克风 一关可以关我的麦克风 因为我不知道你 不 我不需要两个开关 我只需要一个关就可以了 好 大鹏要出来了 我们来看看他的道具好不好 好 来 大鹏 欢迎他 钢铁侠 这次不坚持很重 我救不了你了 吴博士 那我应该怎么做 准备后事吧 来 你站在这儿吧 这是什么意思 吴博士 喂 废品收购账吗 哎 我问一下啊 现在这个废钢铁多少钱一斤 啊 一块二 哦 好好 谢谢 妈 妈 怎么了 老公 我做了个噩梦 很饿很饿的梦 带你快吃 不是这个噩梦 我梦见我是钢铁侠 结果我死了 笨蛋 笨蛋 梦是反的 所以呢 你是钢铁侠 你是大英雄 拯救了全人类 那我可不可以去摆遍大咖秀 模仿钢铁侠 让全国的人都知道我多帅 嗯 好了 睡觉了 嗯 嗯 嗯 宝贝 是我老帅的啊 艾文 好帅啊 好帅啊 这次我去大咖秀 一定把他们全拿下 咔 好帅啊 我宝贝 便宝贝 嘎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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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帅 哇 跳掉了几个手指头 我的妈呀 现场的惨案了 我的妈呀 你这个衣服是你自己做的吗 还是它其实是有来历的 别别别 你不能动 你别弄坏了 我来动 我来 你看啊 它自己做的啊 对啊 有很多功能 我没敢使 我怕把这炸了 哎 没事 你炸一个 来啊 来啊 来 你炸啊 我们有的时候 你炸啊 你炸一个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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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知道 但是现场这么多外国人 你说引起国际纠纷多不好 无所谓呢 无所谓呢 你这个 你那边炸我可以泼水 你炸一个 好了 拿我激光 怼你 你刚才那个激光的表演 就是我们有一个舞蹈演员 特别帅地拿了一个气球过来 然后呢 就是大鹏拿激光对着他 就这样 然后那个舞蹈演员 就用力把那个气球捏爆 看起来就特别像他用激光 把它射爆的一样 真是我打爆的 真的假的 来了 贺老师 小心点 那我不跟你配合 你明天啊 看好了啊 躲啥呀 你别躲 我看你 你老躲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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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老躲他都能爆吗 这里面像钢铁侠吗 你说脸吗 脸吗 脸吗 脸 我们就觉得这身盔甲最像了 挺像就是摘掉面具 里面是在模仿钢铁侠吗 对啊 是是是 我连胡都砸了呀 哥 我跟你说 我跟你说 我以为是孙皓呢 像赵雅之的老公 那是谁啊 那个谁 叶童吗 哈哈哈哈 倒也对 好 我们听听钢铁侠宾 对我们大鹏刚才表演的这个评价首先是 哦 妈妈 哦 妈妈 刚刚这段表演 你深圳只露出来你全部身体的二十分之一 就想要获得高分吗 而且 而且 你用钢铁侠想要来骗分数这样OK吗 苏菲姨妈 上次葫芦啊露出百分之八十也没给高分呢 你听听看维加的点评好了 嗯 其实你刚才整个过程还是挺震撼的 所以你就是从里面是通过摄像头看到我们跟我们互动是吗 对 所以其实最显的是走那个楼梯 因为其实根本就看不见 你完全看不见 所以觉得不容易是不是 就是很不容易 穿上脱下都不容易 别可怜我 我是英雄 好 那就说两句真话吧 哦 你还是可怜可怜我 真话就是 花哥 就像个道具展嘛 谁出来穿上真的都可以 但是鸟叔那段舞还是替你加分了 好 就是你充分地表演了从钢铁侠到屌丝的完美的退化 那种过程 好 戴军 嗯 看到这段表演就知道为什么前面那个Michael的鼻子和刘欣的那个妆 为什么要那么廉价 钱全部都花在你身上了 听到这个音乐出来的时候 然后同时看到你这个就整个钢铁 我其实很很惊讶 很震撼 可是一到最后你拖下来的时候 我觉得突然完全那个画面 那个想象空间是到另外一边去 所以你不建议他加Gentleman那一段 也不是 也不是 你不想看到大鹏的脸 我觉得可能就只是露一部分 主持人成功地挑拨成功啊 不是 不是这个意思 就是你希望延续那种英雄的气氛一直到最后 而且是那种有一点那种 传递正能量 对对对 了解了 好 我们谢谢 谢谢大鹏 好 请休息 接下来要上场的是我们唐一新了 唐一新是这个《甄嬛传》里面的奇贵人 是的 刚才我们说过是钢铁侠对大长金嘛 我相信唐一新对大长金也会有自己的理解 我们来看一下 大家好 我是百变新闻女主播小唐唐 最近有个女子真的是不知天高地厚 大小屏幕哪哪边有她 我们来看看她到底是谁 但也不能当了出头鸟被人算 若梦无情 阿B愿意尝把您的身跑 我就是唐一新 我今天来大卡秀呢 勿为奇贵人的心机 也变花痴型男帅哥 更不是大反派 我要演一个全世界最勤劳 最善良 最美丽 最完美的女人 大长金 看天空飘得云海有梦 看生命回家路路长漫漫 老师就告诉我说 这首歌就感觉是在天空 踩在云上面 遥远的地方有光 好像是梦境这样的感觉 看阴天 看岁月 远方的合意 全都是有空间的 是能飘出去的 看天空飘的云 飘的云 唱歌只是模仿的一部分 最重要的是出场 要轰住全场 怎么样才会让大家眼睛为之一亮 是你一出来 你要有那个气势 虽然是放松的状态 但是你是提气的 好 再走回来一次 因为娜姐之前也表演过大长金 我想有一个不一样的尝试 那就是青春美少女唐日新版大长金 看天空飘的雨 还有梦 看生命回家路 路长满满 看明天的岁月 越走越远 远方的回忆的我的微笑 这边的温暖 这边的温暖 心中在空洞 没有明的飞翔 新浪的翅膀 有天中找他 飞翔 飞翔 飞翔的温暖 相随的温暖 相随的温暖 有天逃出想象 心中的温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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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飞翔的温暖 好 我们谢谢我们的SDT舞台片团 最野唐一新今天来到这个 大咖秀模仿的这个大长金 你刚刚说是美少女版的对不对 嗯 对对对 那么你觉得哪个 不是美少女版的呢 娜姐模仿那个 好像我听说是刘欢版的 大河小河也要 天上的行星 她拍到我 我好像 你出来我就说是欢歌来了 你出来的时候 特别美的从里面这样 飞出来的时候 然后娜娜就在旁边 哟 欢歌的假发又来了 然后沈黎就在旁边 一句话毁掉一个表演 听说那个杜海涛约了你 被你拒绝了是吗 你知道海涛怎么约她的 就是他们一起拍完戏 孩子就说 我们晚上 收工了 一起吃饭好吗 她回答的是 我吃饱了 你干得漂亮妹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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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叫吃饱了 妹妹我后来去那家店吃了 还真挺好吃的 趁杜海涛走了以后 好我们听听看 妈妈 你喜欢这个小姑娘的表演吗 妈妈 你一长过去就变得不正常 海涛她不在 你们就在这边讲她这些事情 她还要不要做人呢 妈妈 她其实当着她的面讲也没关系的 因为她做的就是这种人 好吧 我本来还想帮她讲一点话算了 没关系 妈妈 你担心一下自己吧 好的 我认真讲 认真讲 你刚刚出来的那个轻柔 你有表现得很好 嗯哼 所以年轻的大肠筋 又表现得很甜美 我喜欢 就这样 谢谢妈妈 妈妈 妈妈点评女生的表演 都带着一些敷衍 好 那来 回家 好像又没有说 我觉得这个表演本来就是含着金钥匙出来的 嗯 青春 美丽 然后那种青春的表演 确实是金钥匙吗 就不像百侃男扮女生就是负分 对 来 我们就戴俊老师 你在做烹饪美食的时候 你光考虑了就是怎么把那个青春 美少女的状态表演出来了 这个美食你一眼都没看 也没有去照顾她 哦 其实又应该有心在这个上面 就大肠筋作为一代名厨 还是应该有一点眼光停留在事物上 对 你在舞蹈表演的时候 其实你的舞蹈应该融会在这些烹饪上面 这就漂亮了 好 谢谢 看来大家都已经被食物分散了一些注意力 我们谢谢唐一新的表演 谢谢 感参米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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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接下来我们要请我们的100位 观摩方正的朋友来打分了 来 各位 请准备 好 我们把这个额外的2分加给大鹏 恭喜了 谢谢 好的 那在广告之后呢 将会是我们这个大白组合出现的百变讲坛的第5季了 好 那大家也期待一下欧峰蜜柚子茶百变大卡秀第4季 同时大家可以下载我们湖南卫视的电视互动手机客户端 呼啦啦和我们喜欢百变大卡秀的朋友互动 上节目之前我就跟娜娜说了 我说你今天这一声可能完全没有办法跳蒙古舞 没有问题 CC公主的蒙古舞时间 祝你生日快乐 祝你生日快乐 现在舞台上出现的是我们娜娜在百变大卡秀模仿过的一部分的角色 那一年我们跟着百变大卡秀一起成长今天娜娜生日 想象给大家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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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爱你 搜过生活进入生命 爱你 好 由阿杰送上了蛋糕 如果让娜娜想要好好的许愿的话 我觉得阿杰可能要回避一下 还是她站在旁边也没关系 还是回避一下好不好 好 谢谢阿杰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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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头不想过尽不想你 爱你 不是说说而已 爱你 爱你 谢谢 每个明天都会更感人 我的敌人 我的敌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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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变大卡秀是个特别特别温暖的一个集体 有这样的一个集体 让我有很多的发挥 让我有很多的尝试 很感谢 我希望你继续跟这个敌敌合作下去 我爱你们 我真的感谢你是在这一期过生日 你要是在季公那一期过生日 你讲这段话的时候 我真的很感谢 我真的很感谢 你讲这段话的时候 你就是穿着季公主 幸好我是穿的是CC公主 应该是我算最漂亮的一期吧 非常美 好吗 我觉得其实导演是有精心的准备了 好吗 这个所以我们都留下来好吗 好 好 再一次谢谢我们的同学们 谢谢你们 我爱你们 真的找了这么多美丽的同学 谢谢大家 谢谢娜娜 生日快乐 谢谢 所以今天阿杰特别这么多期都没来 就是为了要来推蛋糕 来出现给你喝声 因为我也在想 自从她上了央视以后 她就很少来到这儿 来这儿她会谈很多的就是 不加条件 我们这次没有啊 谢谢阿杰 谢谢 谢谢你啊 谢谢 大白组合马上要上场 带来他们的百变讲坛的第五季 但是呢当然大家知道 我们这个节目是百变武侠之间 它是有竞争的 我们请我们前面的六位参赛的明星 来预测一下哪一个组合会获胜 就在后面签上你们的名字 好 现在赶紧写 现在就写 我们来看大白组合百变讲坛第五季 您正在收看的是百变讲坛 大家好 我是喝酒只能喝一中的一中天 大家好 我是希望大家能够记住我脸的几脸海 今天是我们的第五奖 我们要讲一讲这个四大美人 你为什么要讲美人呢 那我问你 老子他为什么要写道德经嘞 为什么 因为老子愿意 像你这种丢的人比贱的人还多的 肯定不懂什么是美 那你就大错特错了 大错特错不要来 侮辱我的美 我不是你的赛幼飞 你不要缠着我 大错不要来 侮辱我的美 但要是你懂历史 就快点大声说出来耶 别那么客气 叫大哥就好了 我不但懂 我还要今天 我们跟古今四大美人一起讲 首先要讲一位现代美人 来自香港的谁呀 舒淇 你知道舒淇什么样吗 舒淇 我当然知道是怎么样了 什么样 舒淇就是这样 江 我输了 这就是舒淇 你知道这个舒淇 要跟哪位古代美人相媲美吗 谁嘞 王昭君 王昭君 王昭君是天生丽质 聪慧一场 琴棋书画是无所不惊 有次他去田间采风 看到一只小鸡和一只老狗在玩耍 这个小动物是怎么玩耍的呢 是这样玩耍的 有点意思啊 咱们接下来说第二位美女谁呢 谁啊 那就是台湾的大S 这个我最知道 因为大S就是SH1里的阿萨 胡说八道 大S是流星花园里的萨北宁 不是 我都让你气糊涂了 是山菜 你这是山菜什么样吗 山菜我当然知道长怎么样了 就是这样咯 这是菜 我删起来就是山菜 你这个学问实在是太高了 这是要下功夫的 这个山菜你知道 要和哪位古代美女相媲美吗 谁嘞 那就是西施 哦 西施 它长得虽然是沉鱼洛燕 但是它红颜命薄啊 有多薄 比比薄可是还薄啊 那可是够薄的了 但是西施呢 它从小就是背井离乡 经常想它的妈妈 有一次它看戏的时候啊 一边看一边哭 还一边唱 它是怎么唱的咯 就是这样唱的 看脸的豆沦 刀鱼马 红脸的关顾像妈妈 铁铁香气妈妈的花 山上的泪光露冰花 这西施果然是温柔又典雅 一翻跟头就翻俩 好嘞 继续往下说 好 接下来这位美女呢 那就是内地美女 谁咧 范冰冰 哦 那你后面一定要说的是 徐敬蕾咯 没错 徐敬蕾扮演的最成功的就是 职场美人杜拉拉 那你知道这两位是什么关系吗 什么关系 吃了范冰冰就会杜拉拉 这都哪那么多伤风感冒的废话呀 还有两位美女 还有是谁咧 那就是古代美人 貂蝉和杨贵妃 哦 这两位有个共同的特点 她们特别会撒娇 她们是怎么撒娇的咧 她们是这样撒娇的 你陪陪我 的话我 夸夸我 抱抱我 爱我你就陪陪我 爱我你就心情我 爱我你就夸夸我 爱我你就宝抱我 爱我你就随着我 爱我你就夸夸我 爱我你就觅碰我 爱我你就抱抱我 谢谢 谢谢 我们演完了 他们一定会留一个东西 还是说这次真的没留 有 生日快乐啊 谢谢 这样 因为我们是文史学家嘛 当时说到美人 有很多人都不知道 美人到底喜欢什么样的男人 喜欢什么样的男人呢 就在下面这首歌里就有 小邋遢 真压真邋遢 邋遢大王就是他 没人喜欢他 听见没有 每人喜欢小邋遢 演完了 什么东西 好像有点冷了 生日快乐 生日快乐 可能真的没了 我觉得会有 我觉得有 还会有是吧 因为大正伟今天头发 大正伟今天眉毛 已经彻底立起来了 因为原来都是 就是老师可能眉毛 是长得掉一点 但现在眉毛立起来 这件事情 是有点过分 对 因为他们到第五季的时候 已经有非常大的压力了 因为之前很多的那个玩法 大家已经见识过了 对 所以呢就是特别 觉得美貌立得好烦人 所以就是特别希望就是 好好的准备 然后跟大家见面 不要让大家见到的时候 觉得好像没有什么突破 那今天虽然第五季没有什么突破 我觉得突破是没有 但是真的还是很好笑 就是很喜欢 对对对 所以我觉得第六季还是很期待 对不对 各位观众是这么想的吗 特别我们的 是真的 好我们谢谢我们大白组合精彩表演 谢谢 好棒 好 接下来交给我们观摩方正的 100位的朋友 大家如果更喜欢甲铃和沈铃模仿的 大话西游就按蓝色的案件 如果是支持我们大白组合的百变奖的 第五季就按红色的案件 我们先来回顾一下 甲铃和沈铃刚才的表演 来 请看 爱情不是想爱 想爱就能爱 让你明白 要明白 放手你的爱 夏夏你怎么了 你怎么了 你呼吸困难吗 夏夏你怎么了 夏夏 别说话了 让我用诗书组教我的还魂诀 救你吧 快 白石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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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塔 白塔 白石塔 大好白石塔 石塔 白要打 夏夏 夏夏 好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观众的选择 记得支持甲铃和沈铃 按蓝色案件 支持大张伟和白凯南 按红色案件 各位请准备 还有小胖 打开 黄黄 我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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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来 大岛脸上挂不住了 对 我们的应效 我们的应效 贾玲 贾玲 你说 你说 赢大党 无所谓 我们竟然赢了百变掌盘 看来你们第六季就不要弄了 还是说第六季加入你 你就在前面啪一跤 对 你那衰大哥 舍身取义的 谁能弄得过你啊 主要是我们观众怕 说话已经带刺了 这组合差不多该散了吧 可能是 你是怕贾玲跌那一跤 跌出个好歹 所以给我们多了一些票 不是 不是 大张伟刚才的意思是 你们的表演并不精彩 观众之所以那么多给你们投票 纯属因为贾玲摔了一跟头的同情分 那也无所谓啊 反正是赢了是吧 对啊 不是 你们早说摔跟头分多 我们可以脸着地登场啊 这样是吧 对啊 我不知道有没有这个荣幸啊 就是刚才谁选的那个他们两个呀 太好了 咱们采访一下她是怎么想的 对啊 大岛 你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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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我们演的哪儿不好了 凭什么选这俩人 你这俩分出哪个是男的 哪个是女的嘛 对不对 我特别喜欢 只是说看了武器了 可能有点省美疲劳啊 哇 艺软最怕就是有观众在她面前说 不是 不是 我是觉得作为咱们观众来说的话 我觉得沈琳跟蒋琳啊 肯定马上就会有导演来跟他们摇篇了 这个是我们大家都这么觉得 对不对 大张伟 有观众在你面前说什么美疲劳 我觉得这是对艺人很大的一个打击 你赶紧过来给她打诗意了 然后重新看了就可以 你说的也对 回去坐上去吧 这样 我觉得大张伟和白侃男不用难过 因为其实今天前面还有六位明星 对不对 他们的选择也很重要 也许可以扳回一城 我们首先看一下我们这六位 到底有多少人支持大白 有多少人支持我们这个本色组合啊 首先我们看严肃 支持的是大张伟 白侃男 好 不能加分 接下来是我们倩倩 支持的是贾玲和沈琳 可以加上两分 然后刘欣支持也是大白组合 没有办法加分 我们大鹏支持的是这个贾玲 沈琳可以加两分 好 我们唐一新也是可以加两分 好 下面是最重要的何菊儿 贾玲和沈琳 所以这个选择证明他们这一对 组合过气了吗 虽然老白现在没睡醒 但是他也是有血性的男儿 这一次在这儿跌倒 下一次他在这儿继续跌倒 他在这儿爬起来 好了 说真的 他们真的不分人 白变武侠之间 其实不分彼此了 我们的百变大哥秀 也是因为白变武侠更加精彩 没错 谢谢你们 谢谢 接下来就到了我们打分的时间了 我们额外的加分 再加上我们观摩嘉宾给出的分数 就是我们明星今天最后的分数了 我们首先看额外加分情况 来 各位请看 好 倩倩跟大鹏是4分 然后何菊严肃和唐一新是2分 那刘欣呢 目前这个没有额外加分 没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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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还有这个表演分 表演分 好 我们首先来看看 哦 妈妈 我今天的7分给何菊 柳欣 还有唐一新 我今天的10分给本尊跟分身很难分辨的叶怡倩 我的8分给演树还有大棠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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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接下来我们是维加的分数 听听看 火棚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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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7分分别给唐一新 何菊 还有刘欣 我的10分给准备很充分 花了很长时间的大棚 我的8分分别给叶怡倩和严肃 谢谢各位的表演 谢谢 好 接下来我们听一下我们戴君的分数 我的7分给的是刘欣 唐一新 何菊 10分给的是叶怡倩 8分是大棚 严肃 好 谢谢 那接下来我们听听看赵传哥的分数 我的7分是给了何菊 刘欣 还有唐一新 我的10分同样也是给了这个准备很充分 然后非常精彩的大棚 然后我的8分是给了叶怡倩跟严肃 谢谢 好的 这就是我们今天最后的分数了 那我们看到有两个并列的分数 那因为是群默二帮的朋友 大棚不参与到这个排名次 所以我们今天的周冠军就是我们的叶怡倩 恭喜倩倩 好了 台上的精彩 大家已经看到台下的变身怎么做到 一起来看 这是我们今天的和伞由天窝封闭 幼泽草百变大咖秀第四季的全部内容 好 欢迎大家多多关注百变大咖秀的腾讯微博 还有我们百变大咖秀搜狐的视频专区 下周四的晚上10点 我们百变大咖秀再见 谢谢大家 我们俩认识就有人说我们来算 对 迈克尔是帅啊 我现在就是个疯了 你好 我就是扮演大长青的唐依馨 哎哟 天窝蜂蜜柚子茶百变大咖秀 下期节目精彩提前看 那你看到我们模仿 你觉得怎么样 刚好那几集都没看 都 我觉得他一出来唱歌好像在卖家具 美酒美漂亮的妹妹 我剁了 今天有命 勇气可嘉 今天是你的绝唱 选择我来 还你自己自敬啊 我自己把自己剁成肉泥 我先剁哪儿 不想 这样 你还是该问他 天窝 哎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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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你说我们 要不要在一起呢 相信音乐 我相信他们